接载居民的小巴凌晨2点多陆续开出 分别送去四个隔离营 他们都是康美楼A翼077单位的住户 政府说检查员单位排水管没问题 他们就可以回家 预计要几天 如果有病征就会立刻送院 他刚好住在A翼高层077 两夫妇要隔离 在收拾了 一些警察都等我们走 他说那座污渠感染 他说可能害怕 他担心不知有事吗 我又不担心 他们不知道担不担心 我又没有法师 康美楼是歪形设计 住在另一边B翼077的他 就暂时不用撤离 很害怕 因为我们是长期病患者 在康美楼地下 警方拉起了封锁线 不让人靠近 跟着门口那里 都见到有全副装备的人员在把手 不过居民就获准是可以回到上楼 不是住起077的居民 回家一样担心 我怕我可能中了而已 为什么呢 同一栋 我说给钱都要搬 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事 又免得惹人 卫生署说 已经向所有077的住户 进行问卷调查 也都会为大厦彻底清洁和消毒 建议住户妥善保养排水渠管 定期将清水注入U型格气口 有线电视记者梁嘉宜 报道 一手掌握有线新闻